她是最丑的女主角,演《红苹果乐园》爆红,现却沦落成三线。 我相信无数的90后网友们肯定看过2000年左右的一部超过青春偶像剧《红苹果乐园》。 这部《红苹果乐园》在当年可以说是极其火爆的,一度把我们迷得晕头转向,每次放学回家都会去追剧。 随着《红苹果乐园》的爆红,新子再度出演了偶像剧《新音源》。 当然了这部剧其实有时有很大的热点,在演完这部剧之后,新子就暂时退出了演艺圈,开始自己的求学之路了。 确实我们会感觉有一很长的时间没看到新子在银屏中出现,新子再度回顾娱乐圈那就是在2005年了。 不过之后的新子似乎混得非常的不如意,或许是因为沉寂了太久,毕竟娱乐圈人才辈出,特别是美女,那就更加的多了。 况且新子的外形本来就不占什么优势,为此之后的新子确实变成了三线。